各位頂戰會你們好,我們要開始今天這個網上的《色經討論會》 那麼我們呢是,我們今天呢是仍然講到這個淑寧恩賜的 那麼我們去到今天呢是去到《光臨德前書》十二章 第二十三節那裡開始的 那裡說,身上肢體我們看為不體面的,越發給他加上體面,不進美的越發得著進美。 我們進美的肢體自然用不著裝飾,但神配搭者身子,把加配的體面吸那有缺欠的肢體,免得身上分緩別類。 總要肢體比此相顧,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得榮耀。 我們這次就講到,不體面的,身上的肢體看為不體面的,越發加上體面,不進美的越發得著進美。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譬如,大家可能會看到有些人的肢體,譬如有些肢體出生, 屬於臉部的某個地方黑了,或是從後來山艙或者生了什麼地方,所以不能了解死, 熬了那些什麼地方,所以不能了解掉。 你會發覺她會特別在那裡塗上一些, 那些胭脂,蓋住它, 那些胭脂越不尽美, 我們就越會令它更美, 令它更美, 這也是人的本性, 我們身體上有什麼地方有缺陷, 我們都希望找方法去遮蓋它, 令它更美, 譬如有些人, 身體某個部分, 因為手術沒有了, 它都會想弄回一個假的身體部分, 放進去, 這也是令它看上來更正常, 譬如它的眼睛, 它是看不到東西的, 不過它都會弄一隻假眼, 讓它不要看上來那麼不同, 那這個, 保羅想說是什麼呢? 就是說如果, 譬如說, 應用在教會裡面, 如果有弟兄姊妹, 譬如她, 是有些軟弱啊, 她有些不好的地方啊, 其他人是會盡量去保護她, 就是知道她有這個缺點, 當然她可以改的, 她應該改的, 但有些人不是她能改的, 是她本身的質素, 那譬如有些人, 她是比較容易情緒化啦, 她的情緒沒有那麼穩定啦, 那其他人呢, 會盡量保護她們, 就是幫助她們去面對這些困難啊, 陪伴她啊, 之類, 那這個都是, 就是我們就, 體會到弟兄姊妹, 有時候她們的缺陷, 那我們呢, 就會做一些事情呢, 是令到她沒有那麼, 就是, 她那些缺陷不會那麼顯露出來啊, 那應用在我們, 就是在這個心態, 就是對於教會和弟兄姊妹的心態,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我們會呢, 看到弟兄姊妹有軟弱的時候, 我們就不是去, 就是故意去揭露她的不好啊, 而是呢, 去幫助她, 去保護她, 讓她能夠發揮到她的作用, 那這個就是一個健康的, 基督的身體的作用, 就不是呢, 去, 爭鬥啊, 競爭啊,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呢, 他們就, 很有競爭的心, 就是很想去, 跟別人比較, 要比別人更厲害, 這個是世人的方式來的, 但是, 神的家呢, 是不應該是這樣的, 神的家應該是, 我們看會到有些人有的軟弱, 我們盡量去保護她, 盡量去祝福她, 幫助她, 但是因為人的罪性, 和不是, 不是每個基督徒都有這種心, 去祝福別人的心, 或者保護教會的合一的, 那, 就是我在不同的教會時奉呢, 就發覺, 都容易見到一些教會裡面的鬥爭的, 那這個是非常之可惜的事情, 就, 譬如我講一些例子, 那這個例子呢, 這個意思就是說, 讓我們體會到, 原來人呢, 是會做一些這樣的事情的, 就是人就是因為沒有去想到神的家, 沒有想, 就是沒有一個好像, 這個是神的家, 是我的家來的喔, 我是應該保護祂的喔, 因為有很多人沒有這種心啊, 那第一個比較常見的現象呢, 就是教會在開會的時候吵架, 就是呢, 那些意見不合的時候呢, 就很難接受其他人的意見, 這樣就會吵架, 會爭執, 以前我曾經在一間, 在外國一間西人教會那裡, 我就開始中文的工作, 那麽開始, 其實呢, 就他們開會講了的了, 那麽但是呢, 那個負責, 那時候我就說, 不如我試一下在下令聖經班, 做, 開一班中文的, 就, 我去派傳單, 去吸引那些中國人來, 那麽就可以開始這個新的工作了, 那麽但是那個, 那麽當時的下令聖經班的校長呢, 就不喜歡, 那麽結果呢, 他離開了教會, 那麽我就跟, 那麽, 那麽老師說我真是對不起, 就是他, 因為我們開始這個中文工作, 那麽他就離開了, 那麽牧師呢, 安慰我, 他說, 不要緊的, 他說我們教會呢, 那麽以往很多時候那些人都離開的, 那麽這個不只是他的教會, 不過他自己留意到, 那麽譬如呢, 那麽他們曾經呢, 在教堂的後面那裏呢, 劃開一個區域, 因爲有時有些人有小孩子, 那麽會有些嬰兒啊, 那麽會吵, 那麽他就用玻璃呢, 就間開一個後面的區域, 等那些人可以坐在那裏, 那麽還有那些遲到的那些坐在後面那裏, 那麽但是一樣聽到, 外面的聲音, 又可以看到進來的, 他說當他起這件事的時候呢, 教會又走了那些人了, 那麽然後呢, 他們因爲裡面, 教堂有一些長者, 那麽他要領聖餐的時候, 要上幾級樓梯的, 好, 看我們來說是很小而科的, 他的樓梯都是很平的那種的, 但是呢, 因爲那些, 有些長者是真是很有軟弱的, 他就在那個, 這個樓梯那裏呢, 做了一個扶手啊, 那麽他們可以上去的時候呢, 就扶住, 那麽比較穩陣一點啦, 他說這件事呢, 又有人走了, 所以他說, 不要緊的, 你開中文工作一定有人走的, 那麽, 那麽, 你不用介意的, 那麽這個就是, 就是看到, 原來有些人呢, 他不是想著整個教會, 不是以教會的事為念, 不是想著, 哇, 這個是神的家喔, 是我們的家來的喔, 我們呢, 祝福別人, 祝福別人是好事來的, 就是有很多人沒有這種心, 所以他們呢, 做一些事呢, 是不應該做的, 是, 就是會有鬥爭的, 那麽呢, 這個是非常可惜的現象, 就是我亦都見過, 在教會裏面有同工, 雙, 雞笑, 雞笑, 雞笑對方, 那麽為什麽人會做這些事呢, 就是有時候, 沒有想到一個後果, 就是沒有想到我做這個行動的後果, 沒有想到神是否喜歡, 只是他覺得, 不順眼呢, 他就會有這個反應了, 那麽這個真的是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呢, 譬如普通人都是這樣的, 見到別人有些地方, 不及人, 就會笑他啦, 取笑他啦, 會呢, 杯葛他, 就是排擠他啦, 不理會他啦, 就是, 這個是世人所會做的事, 但是因為基督徒不是個個都是靈命更新的, 就是有很多基督徒呢, 他們的靈命其實呢, 是更新的程度是有限度, 他們都沒有一個觀念, 就是說, 神不喜歡的事情去做呢, 是神不起, 神不會祝福的, 自己的生命會虧損的, 就是有很多人呢, 他沒有這個觀念, 就是他自己的生命會虧損的, 他呢, 就只是想著呢, 我, 我不順眼, 我就不喜歡, 他沒有想到, 其實他這樣做的時候, 他自己會受虧損, 神不喜歡的時候呢, 他自己會受害的, 希望呢, 我們會, 就是明白這一點, 就明白這一點就是說呢, 我們的生命是非常之寶貴, 是神所體重的, 是我們跟從神, 行神的路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做了神所吩咐的, 那做了神的吩咐, 包括什麼呢, 就是我們會善待那些, 我們覺得軟弱的人, 他們有虧, 就是有, 有些地方不是那麼好的人, 我們都會盡量去善待他們, 去祝福他們, 那這樣東西呢, 就是神喜悅了, 就是我們有個心呢, 去祝福別人呢, 神就非常之喜悅, 那所以, 保羅說到淑寧恩賜的時候, 他都說到這個, 對於教會, 對於弟兄姊妹, 對於軟弱的人的心態呢, 是我們需要留意的, 也是基督徒時時問自己, 我說這句說話, 是想達到什麼目的呢, 有時候有些人說的說話呢, 是激人的, 是惹人發怒的, 或者是貶低人的, 那這些都是我們需要留意的, 就是我們有沒有做一些事情, 是傷害弟兄姊妹, 令到弟兄姊妹沒有力的, 就是譬如有些人做得不好, 那到底我們是用一個, 建立她的心態去跟她說話, 提議她, 還是一個貶低的心態, 就是貶低的心態是怎樣的呢, 譬如說, 你今天又領敬拜, 你也脫漏了, 你唱那些音, 唱歪了, 你又凸了音, 那那個人聽完, 是很不舒服的, 那可以說些什麼呢, 譬如說, 不如我們多練一些, 我們多夾一些, 就是找一個正面的解決方法, 而不是去, 只是去說, 對方錯, 而說對方錯的時候, 也都, 他的語氣, 心態是很重要的, 譬如說, 譬如有時候, 只是說到她, 什麼不好, 什麼不好, 那她聽到, 的確是不舒服的, 所以我們日常生活, 我們做什麼都去想, 我們想一下, 這句說話, 會不會令人不舒服, 我做這件事, 會令人不舒服, 我怎樣做法, 怎樣說法, 是最好的, 能夠令到人覺得被接納, 被看重, 這是需要學的, 也有時候, 有些人會反映給我們, 告訴我們, 她說一句說話, 帶給她什麼感覺, 有些人告訴我們, 聽到我們說一句說話, 有什麼感覺, 我希望大家聽到之後, 就不要去針對她, 你小器而已, 你有什麼敏感的, 我們不是去說她, 而是去接受她, 那我自己來說, 有時候, 有些人會告訴我, 有個人傷害她, 可能呢, 傷害她的人, 也不是故意的, 被傷害的人, 可能有敏感, 也不一定, 不過, 我覺得那件事情, 需要處理, 我也會處理的, 不過, 在過程中, 我自己發覺, 是不容易的, 因為呢, 當那個人, 他覺得他, 譬如, A對B說一些說話, 令到B不舒服, 那B跟我說, 那B如果夠勇敢, 就可以直接跟A說, 那他就, 他就找我去說, 他自己覺得處理不到, 那我會衡量的, 這件事需要不需要處理, 那當我處理的時候, 我就發覺, A, 很多時候就會反彈, 即是不喜歡, 那我也是盡量用一個溫和的方法, 那A就會, 解釋啦, 還有呢, 就否認啦, 甚至有時候, 有些人就會, 說一些說話, 即是, 我好, 說他, 那, 那, 我心態不是去說他, 我只是想預防, 其實我經常著重是預防, 下一次我們可以怎樣留意, 即是, 我只是說, 我們留意, 我們下一次留意, 還有, 如果我們有覺得, 我們說的話, 令到對方不舒服的, 我們可不可以道歉呢? 可能沒有說錯的, 不過, 令到對方不舒服, 我們就說, 抱歉啊, 對不起啊, 我可能說的話, 令你不舒服, 請你原諒我啦, 這樣, 那是會令到對方覺得舒服, 那這些都是一些, 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說呢, 人家告訴我們, 我們有什麼地方改善, 我們就, 啊, 多謝他, 我就說, 好吧, 我留意啦, 我又令到你不舒服, 請你原諒, 這樣的事情就很容易解決的, 不過, 有時候, 有些人就不是這樣反應的, 就是他們會, 很強烈反應, 因為他們, 不服氣啊, 就是他們覺得, 那個人都有問題, 那個人這麼敏感, 就好像說我有做錯, 那其實我又不是說他做錯, 而是我們知道那個人敏感的時候, 我們就留意了, 有時候, 一句說話, 同一個強壯的人說, 沒有問題的, 但是同一個軟弱的人說, 他可能會有問題, 那這些是我們, 我們留意的地方, OK, 好, 那我們, 啊, 我講到這一點,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我今天講到今天, 身上, 肢體, 看為不體面, 或者不盡美的, 我們會加上裝飾, 那麽應用在神的家, 就是說, 有些人有軟弱的, 我們更加去, 去保護他啊, 遮蓋他啊, 陪伴他啊, 幫助他啊, 那麽呢, 就也都, 我們留意自己, 有沒有做一些說, 做一些事情, 說一些說話, 令人不舒服的, 我們都盡量呢, 留意有沒有, 破壞教會的合一, 破壞, 和弟兄姊妹的關係, 能夠留意自己做的事情, 都是令人覺得舒服的, 而很重要的是, 內心平穩安靜, 為什麽有些人, 那麽容易去, 就是會有反彈, 因爲他的內心呢, 好多猛狀啊, 所以當一見到一些事情, 不順, 不順意, 或者有些人, 不聽話, 有些人做得不好, 他就會容易猛狀, 那麽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就是說, 見到人, 有不好的地方, 都不要緊要的, 就是, 人總有不好的地方, 不用那麽看得那麽緊張的, 就是, 我來講, 我看見人說錯話, 我覺得很小事, 我覺得是, 家常變反, 人就是會這樣, 那麽我就不會看得那麽緊張的, 那麽也都留意, 別人如果是敏感的, 我就自己小心, 好, 好, 那麽有沒有人有問題, 或者是回應呢? 好, 如果沒有的時候,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求主幫助我們去, 能夠有合而為一的心, 能夠靠著耶穌, 有合一的心, 那麽有, 你講了這些事, 令到我覺得不舒服, 那麽我應該怎麽做呢? 好, 那麽在這個情況下, 首先我們自己留意自己有沒有重複, 嗯, 那麽其實呢, 那麽在這裏, 譬如在Zoom的群組發問的時候, 我都發覺有些人呢, 是重複的, 即是他怎麽樣重複呢? 他譬如說, A軍怎麽傷害B軍, 那麽說, 然後呢, 我想回答, 他接著又再說了, A軍又怎麽傷害B軍, 那麽第三次又再說了, A軍怎麽傷害B軍, 那麽就, 爲什麽人會有這個習慣呢? 有時候, 我不是說你, 我不是說你, 我只是說人有這個本性, 就是呢, 怕著對方聽不到, 那麽就會把問題又再說多一次, 那麽時候, 我們就留意我們自己有沒有重複了, 如果我們真的有重複的時候呢, 我們就不能夠告訴別人, 你不能說我重複, 因爲他真的有重複嘛, 好了, 只要那個人說我們重複, 那麽譬如我們自己都留意了, 那麽我們都可以讓他知道, 那麽這個也都要小心了, 就是我們自己, 啊, 跟他說的時候, 怎麽樣說法呢? 那麽呢, 就可以說, 啊, 我也想對你, 有些回應, 我多謝你提醒我, 那麽呢, 當你說我重複的時候呢, 我知道我自己都有重複的, 請你原諒我, 我都會留意的, 那麽, 那麽你說這句說話呢, 那個方式呢, 令到我不舒服, 那麽, 他講這件事不是錯的, 就是, 這個就是, 給弟兄姊妹知道, 怎麽樣, 那麽可以用這個方法呢, 講得正面一點, 就是, 啊, 你試一下, 啊, 已經說了, 我回應你啦, 或者, 你試一下說一次就好了,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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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回來就是說, 亦覺得中華爾 思 defines, 我們即時是覺得不舒服, 那麽這裡咦呢, 其實對方不是一定錯, 如果如果他的語氣是, 很強硬, 令到人很不舒服, 我們可以講這樣的語氣, 如果他是溫和其實我們不能說, 他是做了錯的, 他離 Ree, 可能可以溫和一點去講了, 那麽 이거也是勇敢去告訴他的咯, 但是每次各種語氣都, 我都覺得, 嗯, 不太好, 那麽我們就講那個語氣了, 那麽, 我講的時候就不是那一次 譬如我現在說 我不是這次重複又重複的 是之前講過給他聽 但是他就很記得我曾經講過你 所以一講他就說 你講過了 我就聽到真的不舒服了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跟他講這件事 我會這樣講的 處理問題 我們選擇處理什麼問題 不是什麼問題都處理的 為什麼呢 我會這樣講呢 有些問題是不是那麼大 不是那麼重複 我們是可以不處理的 就是不是一定要處理的 有時候有些人對我做的事情不是那麼好 我不一定處理的 因為我覺得 講了他都未必會改 而且這件事也不是那麼重要 如果那件事是重複的 我覺得是重要的 我們就可以跟他講了 我已經為這件事 我講對不起 我也都留意我不再去做 我都希望你就不再提這件事好不好啊 都是用一個溫和方法去想說出來 就是我們講出的時候 都是溫和的 而我這次的重點呢 就是我們怎樣去 就是我們怎樣去 就是留意到別人會受傷害 我們自己小心 而別人傷害了我們呢 我們是要選擇那件事是不是需要說 還有呢 就是那個人會不會改變 有些人難於改變的 我們都不要說了 就是因為他難於改變的 那麼如果有希望他會改變的 那麼我們講的時候都是說 啊 我都希望 我多謝你提醒我 首先 我們多謝他先 多謝你提醒我 那我都希望呢 你不再提這件事 因為我都聽過了 那我可不可以不再講這件事呢 喂 好 好 好 其實我自己留意得到呢 凡有抑鬱情緒的人呢 他們很想解決問題 是很想表達自己想講的東西的 但是很多機會會重複了 但是我從來不會這樣跟別人說 你說過啦 這樣啦 就是這種態度呢 就很差啦 我覺得 嗯 OK 好 我們一起祈禱啊 求主幫助我們 有合而為一的心 真是呢 保守這個合而為一的心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大家你可以站起來的 多謝天父愛我們 多謝天父 好 感謝天父神 你真美好啊 主呀 人與人之間 真的很多時候有很多的問題 很多人會容易批評別人 說傷害的說話 沒有想到人的感受 求主耶穌 射免我們一切傷害人的地方 幫助我們留意我們做在別人身上的事 留意我們 如果有人有反映過我們需要改的地方 求主幫助我們去改善去處理 多謝天父神 因為你永遠都是溫和的 你是溫和的 聖靈提醒我們 我們多謝天父 聖靈對於 跟從他的人是溫和的 即使我們犯罪的時候 神都會提醒的 當然審判的時候 神不再溫和 神會是嚴厲的指出人的罪 當大審判的時候 當神去管教人的時候 神很多時候都是用溫和的方法 有些時候神都會去 讓祂知道祂的罪 知道祂的嚴重性 好像對大衛所說的 刀劍不會離開你的家 都是一個比較強烈的說話 但是在大部分的情況 聖靈感動我們都是很柔和天卑的 我們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求主幫助我們珍惜教會的合一 珍惜弟兄姊妹的合一 幫助我們走神的路 去關心弟兄姊妹 去憐憫人 這些是神所喜悅的 我們唱這首歌 《合而為一的心》 可能大家不熟悉那些字 但是歌詞大家可以去聽 《凡事陰虛》 幻有恩聚 用我心上呼喵 凡事陰虛 温柔忍耐 何凭彼此联络 竭领保守 圣灵所持 合以为日的心 竭领保守 圣灵所持 合以为日的心 凡事言许 患有忍耐 何开心相宽容 凡事言许 患有忍耐 何凭彼此联络 竭领保守 圣灵所持 合以为日的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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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天父神 祢赐给我们合一的关系 祝主帮我们保守 这个合二为一的关系 保守 祢赐给彼此相爱的心 祢赐给我们敏感人的需要 帮助我们不要叛造 弟兄姊妹 帮助我们 时时都是建立人 有耐心 有游和的心 我们心中有什么猛争怒槽的 求主帮我们化解 这些猛争怒槽 让我们的心 不要见到人的不好 我们就激气 让我们的心 也都不要那么敏感 人家对我们所做的事 让我们是平稳安静 神看顾我 我是宝贵 我是重要的 所以我心平稳安静 当我们平稳安静的时候 我们就更加容易处理 我们的情绪 我的心平稳安静 我的心平稳安静 好将通过大地海贼 在他母亲的怀众 我的心平稳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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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是我的母者, 我必不知血法, 他是我唐我在正祖地上, 令我再可安揭水面, 我一生一世必有人为此爱罪障我, 我者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众, 这都为。 神啊,你会一生一世将恩典慈爱放在我身上, 这有恩为慈爱随着我, 这道永远,多谢天父, 我们心里面就平稳安静, 我们就会深信神的爱, 我们就不容易受人伤害, 我们都不去伤害人, 因为知道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无贵的, 如果我们叛祷弟兄姐妹, 耶稣就说, 倒不如放一个大磨石, 删在这个人的颈项上, 然后将他沉在深海里, 就是说, 如果我们叛祷人的时候, 是一个很大的罪, 就帮助我们, 说柔和谦卑的说话, 温和地对人, 心里面平稳安静, 不用这么怯着怒吵, 不用这么急的, 人们未改变, 慢慢来, 不能够一时改变, 我们总之引导他, 给他一些指引, 给他一些功课, 带领他一步一步改善, 当他改善的时候, 我们就欣赏他, 也都去鼓励他, 告诉他, 你做得好, 你可以进步的, 这样的时候, 弟兄姐妹就能够予此相爱, 互相扶持,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多谢耶稣, 求主帮助我们, 堵住一切人制问题的破口, 一切教会里面, 会造成人的关系不好的, 破坏人制关系的, 求主耶稣赦免我们的罪, 帮助我们能够, 揭力保守圣灵所致, 合为一的心, 多谢天父, 祈祷奉主耶稣圣明, 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